大专院校九月中旬起陆续开学 当多数学生还想着要去哪里玩 有一群孩子却烦恼 这学期的学费能不能缴得出来 车费跟住宿费 然后大学都会有一些活动的钱 听说好像都有宿营 然后银星 然后社团那些都要费用 应该有一些困难 今年的大一新生小萱 即将到外县市大学念书 像他这样的孩子 小到书籍费 交集费 大到动辄上万的电脑设备 都可能变成求学路上一大阻碍 别人都可以很没有顾虑的 就跟同学出去玩 但是我们像吃个饭都要想很久 寒假的时候 他们就会遇到过年这个时间点 那以往的过年 其实他们常常打工的机会 大概就是年货大街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这个打工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他们等了半年之后 他们想说暑假要到了 可是那个暑假 这个暑假对我们来讲 其实也是空的 今年因为疫情 打工机会少 工时也缩水 若是家庭的孩子 得靠助学贷款 微博存款或亲戚接济 才能勉强渡过难关 根据台北家福中心调查 发现接受家庭辅助的大专新生中 家庭每月总收入低于三万的超过九成 高达八成五的孩子 缺乏设备及资源 六成五的人因为要协助家务 照顾家人或打工 没有足够时间好好念书 家福中心近几年持续小额募款 每个学期帮助超过两百六十位大专生 希望他们安心求学 未来才有助于安心就业 每一个学期都大概需要五百万 在他们开学前 我们就需要去募集这样的一个钱 那孩子拿到钱之后 他就比较放心 他觉得在学习上面就比较安定 国内贫富差距拉大 2019年所得位于顶端和底层的家庭 差距来到一百三十倍 社会整体财富结构 从M型化变成L型 近两年又因为疫情 这股现象持续恶化 然而中产阶级也不好过 主计总数统计 由于担心疫情不确定新高 去年平均每户家庭的储蓄金额 为二十六万五千元 年增率百分之十四点八 创下83年以来最大增幅 同一时间消费支出为81.5万 年减百分之1.7 创史上最大减幅 民众存更多花更少 而有能力借贷投资股市房产的 终究是最大得利者 最高所得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大概每一年平均大概都可以 储蓄大概七十万到七十五万之间 但是最低所得的家庭 大概每一年平均的储蓄的金额 都是负数不管是股市或这些房地产 当然对这些家庭的这个所谓的收入的所得 就会层层的往上的对着 也是墊高 那当然会拉大了这个所谓的家户的这样的一个所得的差距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成长果实全民共享 行政院宣布明年军公教一定调薪 劳动部九月召开的基本工资审议也渴望向上微调 毕竟贫富差距恐危及社会稳定 执政者无法轻忽 TVB新闻陈如环 戴云丽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